一鸣二运三风水 一鸣二运三风水摆上 然而说起风水 许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很麻烦又困难 但其实只要利用一杯水 也可以简单帮自己转运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做吧 记得提醒家人朋友注意 一客厅汇聚四方才气 家和万事兴 客厅作为家庭的核心区域 是家人聚集的地方 也是才气汇聚之所 在客厅的材味上放置一杯清水 可以增强财运 吸引更多的财富 这杯水最好选择圆形或椭圆形的容器 因为圆润的形状象征着圆满和和谐 有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融洽 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正能量 二大门旁边放杯水 风水上有山管人丁水管材质说 所以水放在家中适当的位置会产生催彩的作用 最简单而快见效的方法是在大门旁放水 因为大门开启时会把水所散发之气带入屋内 而水为财即把财气间接带入屋 有一句话这样说过 宅之所观最重者墨于门 大门是一家人早晚出入必经之地 是一所住宅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 其风水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以在大门的影响之下 如果你放置了一杯水 可以为家里的人聚采 辟邪的能够影响着家人的运势 我有一个邻居 他经常上午的时候 在门口放着一碗水 一碗米饭 重点是米饭上还放了一个鸡蛋 一直没有弄懂是什么意思 后来询问过相关的风水人士 他们说这是因为家里的小孩子受到惊吓了 高烧不退 就会将一碗米用红布包好 然后放到小孩子睡觉的床头 再将煮熟的鸡蛋用红布包着 之后就在小孩子头上绕几圈 一边绕一边叫小孩子的名字 然后第二天就把米倒扣在门口 把鸡蛋放上去 孩子的烧就会退 而且这个时候 米会得陷下去很大一部分 如果没有塌陷 就说明小孩子是没有受到惊吓的 还有的人说是食过水 鸡蛋或者是饭就不要来打扰这家人了 这是一种祭奠魂魄的方法 不过每个地方的习俗不同 但总的来说 如果你想要辟邪或者是转运 就可以在门口放一杯水 那些脏东西喝完之后 就不会进到家门了 三 郑北方放杯水 郑北方在八卦当中是被称作砍弓 砍弓从人物上管着中年人 从身体上看管着肾脏 为什么呢 因为砍弓在五行当中属水 一切血液 泌尿系统 复科 肾脏方面的疾病 跟砍弓有着关系 比如常见的复科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 白血病 糖尿病 肾脏疾病等等 同时在风水中 水失财 你的财运好坏 家庭收入的多少 跟砍弓是有着关系的 而且 今年六百五曲 兴飞临正北 银六百属金 在五行相生的原则下 可以在正北方摆放一杯水 可以催旺财运 尤其对文职以外的工作者 最有利 像是技术性 劳动 管理职业 自行创业者等 四 电脑桌上放杯水 有个朋友 他是做物流工作的 朝九晚六 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盯着电脑 处理各种相关的物流信息 因此每天都会和电脑打交道 长期如此 他的眼睛视力越来越低下 而且由于长期加班 他的颈椎也出现了问题 除了不好的行为习惯所影响之外 还有风水上影响了朋友 因为从周易学的角度上来看 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五行的作用 而电脑在五行物品的划分上 代表着五行火 火煮电器 电脑当然是电子当头的电器了 人们每天长时间面对电脑的时候 往往会火气过旺 火煮干火 血液 心脏 眼睛等器官 而长时间面对电脑 会给身体带来不良的影响 导致健康受损 因此 属于用电脑工作的人群 或者长时间需要面对电脑的人群 都可以在桌子上摆放一杯清水 用来降解五行火气带来的不良影响 建议此杯水 想到时可以随时补充水分 喝完后立刻在倒杯水放回原处 让你能时时补充水分 五 床头放杯水 睡前不敢喝水 或者是怕起夜的时候难以入睡 晨起的时候忘了喝水 然后就匆忙洗漱出门 如今有多少人会忽略两杯救命水呢 有专家提示 如果你在床头放了一杯白开水 还经常保持这样的习惯 这样做事能帮助你防止一些致命的疾病 第一杯救命水 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喝 对身体有着好处 因为人在熟睡的时候 体内水分会通过排尿 出汗 呼吸不断丢失 就会造成血液粘稠度升高 代谢五积存 睡前适量喝水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心梗 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 而且在睡眠不佳的情况下 也可以在床头柜上摆放一杯清水 最好选用陶瓷杯装满水 因为头部代表火的五星气场 而陶瓷中装水 则主安静拧河 栽降火气的同 十 还可以平稳思绪 改善睡眠 第二杯救命水 就是早晨的时候喝 可以排除身体毒素 还会预防血栓之类的疾病 像早晨一般是人体生理性 血压升高的时刻 血小板活性增加 加之睡了一夜的觉 排鸟 皮肤蒸发 及口鼻呼吸等 均使不少水分流失 血液粘稠度增高 而且起床后饮水有助于降低血粘度 从而降低血栓风险 之外还能补充大量水分 因为人在早晨起床后会处于生理性缺水状 如果你吃早餐前喝一杯水 只需要二十秒 水分就能进入血液中 使血液迅速稀释 改善夜间脱水情况 我朋友给我说了一个故事 一杯水让他急到现在 朋友很喜欢喝酒 虽然知道伤身 但还是忍不住去喝 他记得喝醉酒应该是大学的时候 难死失去应酬 碰到了许多的大老板 于是就将自己灌醉 似乎这样做 就能够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但是一杯一杯酒下肚 也没有见到对方注意自己 第二天醒来 朋友头痛欲裂 但他抬头就看望 剑床旁边有一杯水 还有母亲的背影 还说 你这样喝 身体迟早会坏的 至此之后 朋友便很少沾酒了 因为这样没有意义 反而让母亲担心 朋友说 人生最幸福的一刻是你喝多了 半夜醒来口干舌燥 在床头你力所能及的地方 能有那么一杯水 第二天从难受中醒来 有的只是被你和颜悦色的叮嘱 没有丝毫的埋怨 这就是人生的幸福的温度 天地急物造人 皆有孕命 人之命局和行运的过程中总会有机有凶 除了在家中放一杯水之外 还有一些简单的驱除门运的方法 接下来一起分享给大家 一 服饰颜色化解灾法 讲到服饰颜色化解灾法 就是利用服装 视频物件 用后天补命局不足 来达到消灾解恶的方法 它是根据命局五行之喜用神为依据 暗五行寻颜色 红色属火 黄色属土 黑色属水 白色属金 绿色属木 根据不同人命的用神洗剂 而选择合适的需要之颜色 才是驱及避凶的方法 具体方法如下 一 命局以金为喜用神者遗穿白色 金黄色的服饰 使用白色金黄色的物品 一袋金银首饰 买车买包 也应以白色金黄色为仪 二 命局以木为喜用神者遗穿绿色 黑色的服饰 多使用绿色黑色的物品 一袋黑色水晶食品 买车 买包也应以黑色绿色为仪 三 命局以火为喜用神者 遗穿红色紫色绿色的衣服 多使用红色紫色绿色的物品 即穿金带银 即使用黑色的车辆 大力用红色绿色的车辆或包带 四 命局以土为喜用神者 遗穿红色黄色的服饰 可以带黄水晶 带红玉黄色的玉器 以买红色或黄色的车辆或包带 五 命局以水为喜用神者 遗穿着黑色白色的服饰和使用黑色白色的物品 一袋金银首饰 多使用黑色白色的车辆 带黑水晶金色水晶白色水晶皆渴望运气 六 人在床上度过的时间较长 所以房间 床上用品和衣服一样 对命方有很大的影响 应神重视之 二 方位环境化解灾难法 关于方位环境化解灾难法 其方法有二种 一是离开家乡 到命局之喜用神的方位发展和工作 另一种是利用住宅坐像和阴宅风水来补命局之部族 用其喜用神意提升命局气韵的方法 方位化解法的作用使人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 方法的定法以主人的出生的为中心点 如方人命局中之喜用神为火 移到南方或东方方位去发展和工作 住宅应坐东向西或坐南向北为宜 阴宅补运应寻甲 以毛 银 饼 以 吴 丁山的风水地以驻运 如主人命局中以尽为喜用神 则移到西方 北方或西北方位居位 发展 工作为宜 住宅应坐西向东或坐西北向东南为合适 阴宅补运应寻耕 有 兴 甘 臣 虚 丑 畏 更 坤山的风水坟信号信号来驻运 如主人命局以水为喜用神 则移到西方 西北方 北方方位工作 发展 居住 住宅应坐北向南 坐西向东 坐西北向东南为宜 因宅风水 补运应选子 人 鬼 害 干 耕 有 新的座山为吉利 如主人命局中以墓为喜用神 则移往东方 北方方位去工作 发展 居住 住宅应坐东向西 坐北向南为宜 因宅风水 应悬甲 毛 乙 银 人 子 鬼 害坐山东为吉利之选 方位化解法 可以化解太岁流年对命局的充客 起到缓和化解的作用 从而起到解灾至趋迹避凶 三 祈福化解灾难法 祈福化灾法是民间常用的化解方法 当遇命局在某流年有灾事起某福党之 解之 某中当命局有较大灾难时 多许观音福 太岁福 平安福党之 其中灾难为疾病多时 多许要王福 化陀福 天一福党之 其中灾难为流年退财破号时 多许财博福 财神福党之大吉大利 具体方法如下 以太岁入命多有不顺之事 以于立春后起太岁平安福 或其太岁福补之 而太阳星入命 宜难不立父 主口舌是非小人 老人伤爹退财 以立春后 许太阳福保党大吉 三丧门 白虎入命 不立自己 亲人 有伤痛 破财 孝福 以起观音福 送白虎以解之大吉 死沟闻或太阴入命 以防吉令 破财 以起观音福 平安福党之吉令 五点五鬼入命 以防小人是非 人丁不安 损财失物 以起成皇福 平安福 送五鬼以解恶 大吉大利 六四福 小号入命 以防破财损物 到时强损 不一看病人 应许平安福 财博福以党灾 必应吉令 七岁破大号入命 不破财 以应他凶 许财博福 观音福 平安福党之吉令 八天狗入命 以防疾病伤痛 破财 口舌是非招小人 以许张千福党之吉令 酒病福入命 以防破财 急痛 本年不宜口气丧家酒 叹病人 以送病福 许药王福 天医福 平安福 解恶党灾吉令 下面是一些生活中常见的霉运 晦气先兆 也配有相应的化解方法 读者可以参考 这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一 无妄之灾 特征 心情不错 但是一出门就看到别人吵架 争执 感觉自己跟着带衰 化解法 看到人家吵架 或遇见冲突会倒霉 所以回家后马上找盆水 抛入可以出晦气的艾草 芙蓉 丁香 代表贵气的桂花 与大鸡大利的金菊 这盆水能够清洗全身最好 但如果不方便是 洗把脸 洗手脚 或者在身上洒水 口念 一切因果与我无关 请哪里来 哪里去 积极如律令 二 打破镜子 特征 风水中有人认为 镜子不可以打破 否则也会有坏运 化解法 小心地把镜子碎片收拾好 用红纸把它整个包起来 另外准备一张红纸 上面写着 疏离灾难 灾难疏离 然后才把这一包东西 丢到垃圾桶里面 三 玉器断裂 特征 佩戴在手上的手势 久了会与身体气息 磁场产生关联 如果吴玉锦忽然断裂 表示他帮主人挡下了灾难麻烦 他以牺牲自己来保护主人 这反而是好事 化解法 当事者如果很喜欢这个手势 不妨重新穿起来 如果像是玉手镯难以粘合 则不妨取其一部分 改成项链 戒指 但使用钱要先以粗盐浸泡 化解煞气 不过再次挡煞的效果会减少 如果富有纪念意义 不忍丢弃 可以化煞后 用红包袋内装红豆 黄豆 黑豆 绿豆 一人 再将破裂玉器 一并放置进去 收藏起来即可 四 遇到凶事 特征 遇到凶杀案 自杀 丧事等血光情景 化解法 回家后立即换一套新的衣服 原本的衣服马上清洗 并且用板装一点点盐和一把米混合 面向门口并把严密往外洒出口碾 人离难 难离身 一切灾殃化为尘 唯一的例外 是如剑刀棺材 倒有升官发财之意 反而是好预兆 五 摔弃上身 特征 任何事皆不顺 总有让心里生疙瘩的小状况 化解法 利用夜晚十一点凌晨一点间 在浴缸中放七片绒书液 些许盐 七粒冰榔 先放冷水 再放热水 泡澡七分钟 就大功告成 如果家里没有浴缸的 可以以小脸盆取代 步骤如上 用里面的水洗脸 然后再心呐喊 我是最幸运的 去除霉运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